四川卢州大地震 已过黄金七十二小时抢救期 昨天上午灾区开始下雨 导致后续搜救行动更行困难 不少非众灾区因被媒体忽略 严重欠缺帐篷泡灭与医疗 反沦为救灾现场的二次受害者 四川亚安强阵灾民除面对凉水短缺 及抑或威胁心灵也遭受重创 尤其是经历过五年前汶川大地震的灾民 开始出现失眠幻觉等症状 广州日报报导 四川亚安地震发生后 获利惊人的大陆银行业捐款数额不如民众预期 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捐款总额 还不如一家制造企业被网友骂抠门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导 由于美国对中国大陆电信网络设备商华为 进入美国市场的阻挠 华为表态已经不再对美国电信网络市场抱有期待 美国国安官员和证件人士一直认为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具有军方背景 因此华为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剧